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投票结果出炉之后 在一些保守派执政的州政府立刻就启动了堕胎禁令 这个意思是呢 除非危急妇女生命 否则不能堕胎 还有呢 我们也看到了在最严格的州 遭到性侵乱伦 而怀孕的女性也是不得堕胎的 而这彻底冲击了美国2516万女性的生育自主权 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再回听6月28号的单元 那女性难道不能决定自己是否想要怀孕吗 这个单元播出之后啊 我们看到有不少听众提出疑问 甚至呢 更贴切的说是一种怒火 好 这一集呢 我们就要从生育自主权 跟大家更深入的聊下去 其实呢 女性堕胎自主权的争取 从19世纪就开始了 当时的时空背景是 没有任何避孕观念 和有效避孕工具的选择 那女人呢 就只能不断地生孩子 无法工作跟受教育 所以啊 当年的女性 开始不断地争取 节育 避孕 和堕胎犬 而最早呢 提出节育 促成避孕要诞生的 是一名美国女性 玛格丽特桑格 她是谁 在争取过程当中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呢 有些事先让你知道 玛格丽特桑格是美国人 她的母亲在22年之中呢 生了18个小孩 其中7次流产 桑格是存活下来的 第六个孩子 而她的母亲 在49岁的时候 不幸因为肺结核去世 刚刚说到的数字 意味着一名妇女 一生的经历 22年 18个小孩 7次流产 49岁病逝 一生结束 而听到这些 让人觉得难免感伤 也让桑格意识到说 妈妈一辈子都在生小孩 而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桑格当然也不想走 跟母亲一样的路 于是她17岁的时候 在姐姐们的资助之下 学习护理 从此开始她的推动节育之路 而当时是在20世纪初 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意识 也正在崛起 其中怀孕自主 就是很大的关键点 因为呢 只有降低女性意外怀孕的风险 减少生育数 才有余裕去工作 有经济基础 进而独立发声 最后达成 有机会改变 以男人为主导的社会思维 但是在当时 这避孕是被保守派强烈反对的 所以桑格想方设法换个说法 提出节育和家庭计划观念 而家庭计划这个词呢 对我们来说 好像也带一点点的熟悉感 这是因为他不只是在美国 连1970年代的台湾也曾经使用过 只是桑格的作为 仍然是对当时的美国政府 禁止传播避孕资讯的做法 提出挑战 所以啊 他因为宣导各种避孕的方式 教导女性如何理解月经曲线的 就被政府判刑 还因此逃到了欧洲 最后桑格在1916年 从欧洲回到了美国 在纽约布鲁克林开了第一家计划 生育与劫育诊所 当时他从欧洲非法进口隔膜 而隔膜是一种早期的避孕方法 所以当然也就不断受到警方的干扰 在与政府的抗争之下 他曾经绝食 被监禁30天 最后在1918年 纽约上诉法院判决 允许医师开避孕药的裁决之下 节育运动才终于有了进展 那在1921年的时候 桑格创立了美国节育联盟 认为生育孩子必须要满足三项条件 包括在爱中受孕 还有母亲有意识而生育 以及母子健康 如果没有的话 女性都可以拥有生育的自主权 只是到了1930年代 桑格仍然没有喘口气 他持续与政府对抗 希望推翻考姆斯托克法 对于避孕的限制 而这个是1873年的联邦法 内容是加强禁止邮寄 引委书籍 图片 以及任何避孕 有助于流产的用品 那1936年 法院终于做出推翻判决 美国医学会也在隔年将避孕 纳入常规医疗服务与医学课程的内容 还有一件事一定要说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里程碑了 在1950年代 桑格靠着一名女性慈善家的资助 让两名科学家得以透过研究 开发出第一代避孕药 Dinvoid 并且被美国食药署核准 第一颗避孕药也才终于问世 桑格在1966年去世 享受86岁 因为他一生努力推动节育 让女性生育自主的思维 影响了全世界 而他所推动的节育 也在常年下被证实 避孕率越高 堕胎率就越低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是 对女性来说 禁止堕胎 不仅不会减少堕胎的数目 还会让怀孕变得危险 那我们再看看台湾 我们的刑法虽然仍然是有堕胎罪 但是1984年也以优身保健法 让堕胎有条件合法 像是有遗传性等疾病 有医学理由认为会危害母体健康 胎儿发育不全 因为被强暴等因素受孕 以及因为怀孕或生产 影响到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的女性 可以选择堕胎 只是我们也观察到 尽管多年来许多国家把堕胎除罪化 但是却依然有很多的医院 可能是因为宗教立场 不愿意帮产妇进行避孕 结扎以及堕胎手术 而医师本人可能也因为自己的立场 担心医疗纠纷 或者是受到其他保守同财的影响 不愿意替女性手术 所以这导致长期以来 堕胎几乎都是在小医院和诊所进行 甚至还让人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所以这里有一些数字想跟你分享 你知道吗 就是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英语系国家的女性 在生殖阶段会经历堕胎相关的步骤 像是2018年 爱尔兰堕胎有条件合法 目前一年平均大约6600例 那在2017年以前 有3300个女性得特地渡海到英格兰 才能寻求堕胎的医疗服务 那在波兰呢 只允许强奸乱伦和旧母亲性命的情况之下堕胎 2020年只有23例被允许 但是呢 至少有三位女性是因为医生的迟疑 而死于怀孕病发症 严厉的法律 可能会阻碍医师抢救孕妇的判断 那当医师们临床经验不足 信心不足 这些都会增加孕妇的死亡率 对于妇女们来说 禁止堕胎 不仅不会减少堕胎的数目 还会让怀孕变得更加危险 那最后呢 我们也要来谈一下 经常伴随妇女堕胎权议题讨论的另一个面向 是关于胎儿生命的判断标准 胎儿究竟有没有生命呢 精准一点来说 是胎儿在子宫外存活的界定 多大的胎儿才能判定是具有存活能力的生命呢 2013年 美国几个保守州提过心跳法案 认为只要可以测到胎儿的心跳就不能堕胎 所以一般来说呢 最早大约从六周就可以测到心跳 2019年 台湾其实也有公投提案提出类似的心跳法案 将目前优胜保健法原定的24周限缩成为8周 但是呢 子宫外孕的妇女 胎儿的心跳也测得到 所以如果让胎儿继续长大 这会害死妈妈的 而8周的胎儿如果生下来也难以存活 所以用心跳来作为判断的标准 这引起了许多的争议 目前包括台湾在内 有许多国家允许堕胎限制 都是以胎儿在24周以内为标准 这是参考1984年的科学发展 认为胎儿如果早产的话 约末24周左右是可以存活的 所以定在24周 那还有一件事你可能过去有听过 就是台湾妇女进行流产 需要先生同意这句话 只是呢 这在今年渴望转变了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在4月宣布 将优胜保健法修正草案 更名为生育保健法 并且移除原来法条当中 人工流产需要配偶同意的规定 这用意就是保障怀孕妇女 本身的生育自主决定权 而相关的修法能否通过 这有待立法院后续讨论审议 今天谈到的主题是从19世纪以来 女性努力争取 节育 避孕和堕胎权的点点滴滴 听起来这真的是一条 不容易的漫漫长路 文章我恢复连结在资讯栏 而这边是选自报道者的 mini reporter mini reporter是什么呢 这主要是针对报道者向来关注的议题 专业知识以及背景 所进行的短篇报道 让你可以把它推荐给 还不习惯阅读报道者 长文的亲友 欢迎大家随时针对主题 举手发问 如果呢 你对报道者的专题报道 或者是深度文章 有任何想知道的相关小知识 也欢迎来信可以寄到我们的电子信箱 email是 contact at twreporter.org 并且在主旨上注明 我要提问mini reporter 我们会选择合适的题目为你解答 那听完这一集的内容 相信你也有一些想法吧 欢迎你把收听 或者是看文章的想法 以回馈留言或寄信的方式告诉我们 报道者是一个不收广告 没有付费强的非盈利媒体 如果你心有余力 也可以透过定期定额 单笔捐款的方式支持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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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